現在天氣越來越熱 你若是流汗 或是在家裡冷氣太久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抹茶 那個抹茶呢 這是不是異位性皮膚炎呢 我們現在比較快練習的是 臺安醫院皮膚科主任 曾德鵬 曾醫師 主人你好 妍姐 您好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那天我看的報紙 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聽說這個很開心 很辛苦 爸爸媽媽都知道的 這個異位性皮膚炎 現時有一個現步有補助生物製劑 阿先生 我們請問醫生 我們的曾醫生 就是導致異位性皮膚炎的原因有哪些呢 了解 這邊還是要跟大家先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異位性皮膚炎 異位性皮膚炎它是一個 會反反覆覆發作的一種皮膚的疾病 不管是在天氣很熱的時候 流汗這種會加重 在天氣冷的時候也會因為皮膚乾燥 也會加重像這樣的一個表現 那它的這個名字叫做異位性皮膚炎 它主要是以這種異位性的這種體質 有關係 它通常就是出身呢 可能就扮演像這樣的一個體質 我們把它統成講呢 就是講說它是個過敏性體質 那這一類的人呢 常常會有合併 通常同時間也會出現過敏性鼻炎 氣喘啦 或者是一些過敏性的這種睫膜炎 就是眼睛這邊也會一直揉一直揉的 像這樣的過敏 那它多半呢都是跟遺傳有關係 跟遺傳有關 那在台灣的話呢 大概是在小孩子呢 大概差不多3到5% 3到5% 那大概會有60%的這個病人呢 他會在一歲以前 他就會在一歲左右呢 他就會發病 那30%是在1到5歲了 那也有一部分是到比較青少年 就是青少年或是成人 他才發病 那他主要就是因為天生 他的皮膚的保護的屏障 就是缺乏了 就是缺損了 它裡面就像是我們這個 在竹一道牆一樣 這個磚塊和磚塊之間的 這個水泥啊 就比較脆弱 沒有辦法呢 把這個磚塊黏在一起 那就很容易造成皮膚呢 他的保護屏障是比較敏感 比較脆弱 那不管是對外來的東西呢 就是別人可能十分 就是碰到十分才會過敏 他可能碰到一兩分呢 就會產生一些過敏性的這種表現 那醫生會根據 這個病患的嚴重程度呢 他會給予不同的一些藥物 他主要最煩的呢 就是癢 就是非常的癢 癢了抓 抓的癢 變成恶性循環 還會抓破皮 還有傷口 還有二度的一些感染 會造成皮膚擦傷 會有因為脫皮脫屑啦 皮膚變黑啦 因為抓膽腹的燒抓 皮膚變厚啦 甚至到有一些液體會跑出來 那這些呢 你說叫他癢 不要抓不要抓 其實那個是很痛苦的事情 那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抓到那個就是癢到醒 抓到像這樣的狀況 其實常常是有的 所以說呢 我們要積極的來幫他控制 積極的治療 因為呢 這個如果沒有好好的控制 常常會有一些 二度的感染 甚至影響到小孩子的一些心靈 心理上面的一些 社交上面的一些 這些程度這樣子 是 那隨著年齡變化 一位性皮膚炎發作的部位 會影響嗎 因為我們家有個實際案例 他在小學的時候 雖然怎麼跟老師說 這個就是一位性皮膚炎 但是游泳課老師跟他說 你會傳染給同學 所以游泳課你不准上 所以我的印象都很深刻 這個可不可以真的碰 醫師分析一下情況呢 是 一位性皮膚炎是不會傳染的 它不會因為別人碰了你就傳染給別人 我剛剛提到 它是一個基因形態占很大的表現 那主要是只有自己本身抓抓抓 自己我們原本皮膚上面 就有很多的住在那邊的一些陣落 5000多種 不管是細菌黴菌 但是平常的皮膚的是堅強的 就不會有感染 但是你把它抓破了以後 這些細菌就會造成 自己本身的這個皮膚的二度感染 它並不會傳染給別人 是自己本身的不舒服 那在小孩子的時候 就是小嬰兒時期 兩個月到兩歲左右 主要是以中心部位為主 舉例說明頭部 臉頰 頸部 頭皮出現紅疹 慢慢的延展到 這個所謂的四肢的胆側 深側 這深側就是像我們的 這個所謂的手肘 我們的這個所謂的外面的曝曬處 但是會隨著年紀慢慢的增加以後 它會變成到軀側 到彎側 也就是我們的這個 像Gazwall裡面 像我們這個手肘 這個手背彎起來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我們的腿的後面的這個部位 這是所謂的彎側 四肢的彎曲處為主 會有像這樣的一個改變 所以說它會在小孩子跟成年人 它的表現形態上面的這個區域 是有所不同的 是 當然因為性皮膚炎的治療原則 因為剛剛醫師提到的癢度 那因為我就聽說一到十度的癢度 十度就是非常非常癢 那很多的癢度會到九度十度 那是代表說抓破了對它才是比較舒服 比它那這裡也癢 那裡也癢 那個癢度太高了 所以治療原則是什麼 可以吃類固醇嗎 會不會有併發症呢 了解 剛剛提到的癢 其實癢就是它最大的一個不舒服 臨床影響到生活品質的表現 那當孩子很癢 爸爸媽媽最常叫你不要抓了 就是拿著函去拍他去打他說 叫你不要再抓你就不要再抓了 其實沒有這麼簡單 就是孩子真的很癢 自己我們被蚊蟲叮咬 大人被蚊蟲叮咬也會癢 也會想抓 其實說你叫他不要抓 這個是不可能的 因為太癢了 因為他皮膚的這些保護屏障 整個是缺乏了 所以說我們在治療上面 主要還是必須要控制他的癢 讓他不要癢 他才不會去抓 不會去抓 才不會有後續的這些發炎性 或者是一些所謂的 二度感染的一些狀況產生 那所以說在臨床上面 我們一些第一個要先講到 我等一下再提到治療 我們先講到預防性的重點 第一點 因為他常常會下意識想抓 所以說他的指甲不能流太長 流太長就很容易抓破皮 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的洗澡的時候 不能夠太熱的水 太熱的水 會把身體的一些油脂 皮脂腺洗掉 洗掉以後 那個有油才能夠保水 他沒有辦法好好地保的話 就會增加他的皮膚的屏障的缺損 然後當我們在使用 這些什麼沐浴乳 這些什麼 這些乳霜 這些等等 要避免含有太多刺激性的東西 不要有太多香香的香精 這些等等的 那第三點的話 我們提到一些穿的衣服 穿的衣服盡量 就是以這種所謂的濕狀的這種 就是不要讓皮膚的衣服的纖維過粗 這些就是人工纖維偏多的這種 就是當皮膚接觸到的時候 就會增加他的這個燒癢 皮膚癢的這種誘發這種感覺 然後在夏天的時候 我們不要穿得太熱 當穿太熱的時候 這個流汗過度 過度這個汗的滋流 阿摩尼亞 尿素 這些都會增加你癢的這種 燒癢的機會 那到冬天 不只冬天 其實夏天也要多擦乳液 這個乳液要清爽的 清爽的 自己願意去多擦幾次的乳液 孩子長大了 要訓練他自己要懂得擦乳液 會癢 會癢 馬上就擦乳液 而且把乳液放到冰箱去 拿出來冰冰涼涼的更舒服 家裡盡量不要養寵物 因為寵物的這些毛 很容易會造成這個所謂的 它本身是過敏源 家裡盡量不要有這些地毯 這些毛茸茸的玩具 這些等等的 那還要有除湿機 除湿機的話 就是說不要過湿 但是也不能過乾 就是要有這種溫度 和湿度的一些調節 家裡的這些衣物 床端 枕頭巾 這一定要定時的 趕快做清洗 甚至到是有一些 防塵防蠻的這些東西 這些可能也是 也是可以的一個投資 剛剛提到院姐這邊提到壓力 生活的壓力會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但它是一個惡性循環 當你養睡不好 壓力就大 壓力就大 就變成整個是一個惡性循環了 所以一定要把這個循環 要把它慢慢的調節回來 讓這個孩子 這個心靈上面 如果保持開朗的話 壓力減少了 免疫力也會增加 增加以後 也可以幫忙來對抗 這個所謂的外來這些菌種 有一些比較常見的一些食物 就是可能要盡量去避免 舉例說明 台灣人比較常見的是 奶蛋跟海鮮類的東西 當然還是可以自己寫寫日記 還有一些化學成分的東西 舉例說明 像這些什麼 這些很有顏色色素的 這些糖果 餅乾 還有一些手搖引 這些都是含有 如果是含有一些化學成分的 這些東西 盡量要少來 少吃少服用 這類的東西 是 所以剛剛曾哲鵬主任 深入檢出 談了非常多 就是從吃的擦的 我覺得醫師最厲害的就是 這個細節連保溼乳液 都叫我們冰冰箱 那幾乎太有效了 那當然 剛剛第一線治療 有保溼 還有類固醇 抗阻滋案 這個聽我們節目的人 都已經耳熟能詳了 那還有第二線治療 就是用紫外線光療 還有注射類固醇 那這兩個又是要怎麼抑制呢 所謂的紫外線光療 它本身是來照 這是在大醫院 醫療院所才會有的 但紫外線光療 它主要就是說來 調節我們身體的免疫性的 一個機制 來幫助我們 就是因為異位性皮膚炎 它就是身體裡面 有一些發炎的一些因子 那所謂的照光治療 或是打類固醇 吃類固醇 它都是在做一些 免疫的一些調節 讓我們身體 盡量不要有太多 這種發炎性的這些反應 但是所謂的照光 也不能夠天天照 大概以一個禮拜來講 大概可以來 比較嚴重的程度 大概一個禮拜照兩次 可以來做照光的治療 那所謂的類固醇 是在急性的時候 趕快要把它控制下來 壓下來的使用 那麼類固醇也不適合 長期的來使用類固醇 主要還是要以這些 所謂的抗阻滋胺 甚至到說有一些新的 像生物製劑 就是說 像生物製劑 其實生物製劑 已經在上市一陣子了 但是在一些健保上面的給付 總是規範稍微比較嚴格 因為它不便宜 以一個一年 就是一個我們說 一個course 這一個療程的計算的話 大概至少也是要四五十萬 像這樣子 哇 那一年對不對 四五十萬 本來健保沒有給付的 那假設以一個 現在要考高中年考的孩子 我想爸媽都會 讓小孩去打 因為他要考年考的 那這樣的一個小孩 如果是最嚴重的話 兩個禮拜就要打一次 生物製劑是不是 對 基本上呢 我們一開始會先幫他打 打一次 我們叫做基本的量 打了一本量之後 每兩個星期打一次 那每兩個星期打一次 當然也不是說 一直永遠打下去了 我們還是要評估 他臨床上面的一些改變 看是不是有達到改善 如果有達到改善的話呢 我們就會適度的來停藥 停藥 然後是以這些口服的藥 來當作是一個穩定的程度 我們就是需要這樣重新來做一個一定的評估 那通常大概是打 會打大概差不多是16週左右 我們需要來做一定的評估 那再句話說像這樣 因為他的 因為這個基本的藥費不便宜 所以健保在他的規範上面呢 其實也必須要稍微嚴格小心 例如說要看徵醫師多久 舉例說明我們需要有照光的治療 照光的話 我們至少要有這樣三個月的一個照光 然後口服的用藥的話呢 我們必須要有 就是不同腺的一個口服的用藥 要至少有三種的這種口服用藥 至少要有兩種口服用藥 要不然就是呢 他是不是吃了以後呢 他是說沒有達到臨床的改善 或者是說呢 他吃了以後呢 造成身體的一些副作用 必須要停藥以後呢 我們才能夠考慮說 是不是可以以這個所謂的 打生物治劑來當治療啦 對 但是每個小孩都是我們的寶 就是其他的紫外線或吃類固存 我們都知道後遺症是什麼 可是打生物治劑 他上市也是這些年來而已 他會不會對青少年產生後遺症呢 那基本上呢 跟口服用藥相比呢 他們長期的一個追蹤呢 相對而言 他的副作用稍微是比較少一點點 更小了 對 更少沒有錯 而且針對所謂的肝腎的一些代謝啦 這些的話呢 也所造成的傷害呢 是更少的 對 所以說呢 生物治劑 它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選擇 但是因為剛剛提到的是說 因為生物治劑 它其實不便宜 所以說呢 在這個所謂的醫生 在使用上面的話呢 我們還是必須要符合這個 所謂的它的一些嚴重程度的一些規定 不過以這樣之前的話呢 他就是健保 他只目前他的這個嚴重程度 只開放給這個所謂的重症 還有18歲以上的重症 不過現在有呢 階段性的開放 給所謂的中重症 中重症的 太好了 所以像我說高中生就可以打了 可以打的 可以打的 就12歲到18歲的 這些青少年 他也可以使用的 就是說我們會來做這樣子的一個評估 是 那臨床上面 他就是有沒有青少年打了之後 那至少是不是能夠撐過聯考這一年 或者壓力最大的時間點呢 是喔 沒有錯 因為剛剛提到 其實壓力它本身也是一個誘發的一個因子 所以說當我們 在所謂的一個青少年的一些 我們這些經驗值來講呢 大概第一個呢 他會控制他的癢 當你癢好了以後呢 其實心情就會好了 你就不會去抓 當你沒有去抓的話 發炎這些所謂二度感染的狀況就會減少 當他減少就會往一個正向的一個發展 所以說呢 大概差不多有將近八成左右的一個病患呢 他也可以達到一個明顯的一個改善 包括生活的品質的一個提升 然後這些在臨床上面 都是有這個所謂的最終的數據的 從這裡癢那裡癢 抓到體無完膚 那最好的情況 我除了是重重症的青少年 就是給醫師營打了生物製劑 後來他是不是就變得白嫩 白泡泡又咪咪呢 可以這麼厲害嗎 那只有這個機會 大概差不多有三到四成的一個病患 是可以達到這個皮膚 基本上呢 就撫摸上去就非常的 可以非常的光滑 是可以達到這個非常有效的控制 是可以這樣做的 那到了這樣的程度 當然就不是屬於重重症了 像這樣的程度的話 我們就可以一般的這些所謂的抗阻治安 像這類的藥物來做治療 當然有些人會期待說我花了這麼多錢 或是申請到這個東西 是不是可以打完疗程 我就一輩子都不會再發了 可以嗎 我剛提到它是一個基因型態 它是不可能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像這樣的藥 說我用了以後呢 可以一輩子不要再發 它這個基因型態 但是呢一些環境的一些因素 壓力的因素 身體自身的一個睡眠的這些 它都是可能是一個誘發的一個因子 但是所以說 它這個所謂的生物質疑 是說當它真的很嚴重的時候 沒有辦法靠一般的口服藥 就是塗抹的一些藥膏來控制的時候 那我們這個有所謂的生物質疑 它可以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選擇 是幫助我們把它趕快降下來 降到什麼輕度的像這樣的狀況 讓我們可以用生活上面的一些品質 生活上面的一些方法 來慢慢來改善 來做一個穩定的程度 所謂的治療呢 沒有錯 我們可能需要靠到藥物 但是呢 預防跟所謂的平常的保養 還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是說得很好 今天很感謝我們的醫生 臺灣醫院非常優秀的主任 曾德彭征醫師 今天參與我們聯絡 我們都很疼心我們的孩子 所以我們不要排斥生物質疑 還是基本科技的醫療 但是心態要健康 其實我說實在 如果沒那麼健保的時候 他就要考慮了 其實我太多爸爸媽媽也相同一樣 自費也是癒下去了 今天很感謝 我們的曾德彭醫師 帶我們聯絡 到場拍廟 謝謝曾主任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